無尊大王上節目沒在怕 都是因為問來的這件事 我是不是實際上很大 我很貪吃 你們假如有遇到 其他飛龍海三個成員 你們也可以問他們 對 我吃東西真的是很誇張 我去吃自助餐 我吃甜品 甜點 是很誇張的兩大盤 無尊前後帶了小孩 和爸爸享食禁秀 都帶貨好評 我們當然我們也會考慮說 會不會以後對他們造成影響 比如說這小朋友 有名氣了 大家要跟他拍照什麼的 可是我們生活在文萊 其實都不會有這種事情 我們每一天在他去學校 文萊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國家 你看文萊連KTV都沒有 所以你叫一個文萊人 上台唱歌他們都怕了 兒子女兒都出來了 然後爸爸現在也在上面 有沒有可能文天龍 會跟著出來 這個有很多人在問 對 可是他沒辦法適應 所以除非他有辦法適應 那就有可能 所以不辦法適應 不是他的極限 有點太誇張 他是前一晚本來都不去了 然後前一晚他們節目組 一直說要去了 對 然後才突然間臨時去 我也不知道 女兒很想念小胖的事情 常常說他們有時候會 會通過微信聊天 兩個都搭了 又跑到第三胎了 現在目前還沒有 假設有第三胎也是發生意外 妹妹有說他要妹妹 因為她是她的弟弟 現在很疲 每次作弄她 不要再reh чит 按照你們 按照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